大家好,我是J,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复盘 今天美股大涨大涨大涨 所以我们看到英伟达特斯拉 昨天做了一些这一个反弹的预期 今天渐渐的体现出来了特斯拉尾盘冲高 收复了250 看一下明天怎么样交付数据 这个周日就会有了 见到不少的朋友们在这个留言区有点一 所以到时候这个直播还是照旧 如果是想这个周日交付数据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做这个直播的话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股票的话 记得留言区按一 好,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股市 看一下为什么今天反弹的是比较好 其实周四来说的话 是有一个很大的经济数据的 也就是这个GDP数据 在这里呢 我们如果去看美联储的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也就是这个经济数据的这一个预期的话 其实他是调高了GDP 虽然多了两次加息 但其实是他觉得这一个现在的这个economy 这个经济啊 是能支持得住 在这里呢 前二当家 二当家这个布雷纳德 今天被提问这个美国 是不是能avoid这一个经济衰弱的 在这里他也觉得这个美国经济是 继续的是resilient 也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强 现在布雷纳德是这个top economic advisor to Biden 所以是跑去白宫去做这个财经顾问了 所以在那个美联储这一边 其实布雷纳德和老包就是两个大哥子 据传闻 但是布雷纳德少了之后 就老包一个人要去对FOMC committee 就难做一点 也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老包明天周三周四 因为现在在欧洲那边 跟这个Laguard ECB的这个央行的老大 是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就看一下周三周四 会不会有一些火花擦出来 在这里呢 其实是有一定的时差的 每次在欧洲开会那一边 我们这里 北美这一边可能就是午夜见到 在晚上凌晨的时候 能见到一些消息里面 所以这一方面还是要继续的去关注一下 如果想跟我有更加多的互动的话 我是有discord写在 这个我的视频的description里面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些发布新的消息 我都会在discord里面去写 然后我是没有那个电报群和那个whatsapp的 这个我看到我有些人好像有那个whatsapp群 我是没有的 然后我只有这一个微信 还有这个discord 还有我的那个官方的twitter 当然如果朋友们是想了解一下别的股票的话 可以写在留言区 我都会一一的做点评 好现在继续去说 今天的这一个消息面 昨天看到横生指数和上阵指数都有上升 亚洲市场起来的时候就在想 美股今天应该是有戏了 这几天发现一个特点 也就是美股这一边盘后 只要是跌的话 第二天可能就是涨 因为昨天盘后 其实特斯拉都跌破240 直接砸到238 239去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就一下子把那个空头完美打包 然后就一下子那个拉到250去了 其实很多个股今天都有 所以最近股市还是震荡比较多 一会儿分析师说一家公司好 一会儿说不好 然后这个我们看到股价 估值这一方面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分歧 说回来欧洲央行这一边 其实这个Lagard呢 也就是已经有表示过欧元区的这个通胀率过高 我们知道英国一度是那个CPI来说的话 是超过10%的 现在渐渐的下来了 所以在这里呢 那个Lagard ECB是将在7月继续加息 然后也是不太可能宣布利率已经到达峰值 这个美联储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一个看法 也就是步步为硬 但是虽然很多在市场里面已经接受美联储 今年不会降息的这个观点 但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recession呢 也就是经济衰退的程度可能相对比较浅 对企业盈利的损害也没有预期的那么大 之前有很多考量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标普的p ratio 市盈率是在25左右 其实过去几年维持在20左右 偏高了一点还是会怎么样 但如果没有软着陆 而今天我们在早盘看到的这一些 像这个cordiable goods 还有这一个consumer confidence 消费者信心都是比较好的数据 其实显示可能压根就是这个经济刷肉 就忽略过去了 或者就是一个很浅的一个经济刷肉 所以今天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比较看好的一个情况下 股市就反弹起来了 我们也见到今天的这个SPX 昨天跑到了信封的下方的时候 信封是我看的一个指标 叫做Naria Watson envelope 还有estimator 这个在trading view是免费的一个指标 如果有朋友是有兴趣去看的话 可以在indicators里面是可以找到的 好碰到信封的下方在15分钟级别的时候 是直接冲高一路是走率 然后两个点位我比较看好的是4368和4380 这我在微信群里面其实都已经是标注过了 来到这里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收盘的 基本上在高位这一边 在这个中线 然后跟前高 对SPX标普来说的话是起脚了 但是上面呢 其实还有缺口的 下一个缺口是在4388 今天还没有补齐 看一下明天会不会跳高 然后如果周四走强的话 因为我发现周三可能会 冲高回落或者低迷一点 但周四通常是反杀剧本 就看周三是涨还是跌了 如果周三是冲高回落开始跌的话 那周四就有可能一路的反杀 完爆这个空头 直到周五弹前去开这个核心PC的数据 所以来到这里呢 下一个补的缺口是4408 4408被补齐之后 这里继续往上冲的话 下一个非常大的就是标普最近的 这个local top 4440能不能被打破 在这里来说 我们感觉这一个 是不是有点感觉这个回调 有点过去了 如果觉得是有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 去那个反映一下 今天在这个 最近我在那个评论区看到 大家都有积极的反应 非常好 这样子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交流交流 谢谢大家支持我的视频 好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个个股的这一方面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今天是有利好的 今天是这个Volvo 还有这个ChargePoint CHPT 和这个特斯拉 继续的去做一个合作 我们可以看到盘后特斯拉继续拉涨 来到250.53 昨天是放量抛售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早盘进来还是挺多的交易量 15分钟显不出来 但如果我们去看5分钟线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大堆这个买入单进来开始抄底震 跑到兴风的下方 在240左右 然后就是一路的狂飙开始往上走 收复到250 一度是冲不破这个248 为什么呢 因为高盛不是把这一个价格就调掉 从185调高到了248 但是因为其实之前特斯拉在248之上的 所以就被拉下来了 现在其实也就是在那个点位的这一个附近啊 不是代表这是一个锁定的价格 因为随着每一个 随着记录财报和不断的催化剂出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价格还是会改变的 这个248只是他现在觉得是那个的 但其实analyst upgrade downgrade 随时都是会有的 只是最近 这个Morgan Stanley 还有这一个高盛 还有这个Barclays 全部都把特斯拉就是说 好像涨的有点多了 所以就踩了一个刹车 我们就看到这刹车就刹下来这一个部分 在这里我在我的这一个community tab里面啊 这个社区的这个tab里面 这个是我的视频的 如果大家去这个社区的里面 我是会做一些就是那个投票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大家觉得回调到20230和240 是最大的两个 两个就是投票的这个结果啊 所以确实我们看到240这一边 确实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反弹了 因为如果你是看好 比如说210220那一边的话 或者你就正正好看好是220的话 他不一定就是实权实美的给你那个点位 有的时候有些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很多人都已经先冲进去了 对吧 因为就是要BTFD 而且还带有一些这个FOMO 今天尾盘特斯拉这样子的一个拉法的话 你可以看到不断的这个 Green Bind Volume进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可能有不少的人开始想去追进去了 毕竟周日是有这一个交付数据的嘛 所以我们看一下特斯拉可不可以继续的往上冲 250是一个转折点 再往上走的话 其实我记得大的点位是258左右 然后就是262和264 也就是前面的两个大的这一个压力的位置 264都被能收复的话 哇那么就开始自由了 27270 275上面往上开始走了啊 但是可能需要就是持续的利好才可以 我相信Renup去这一个交付数据应该是会有的 但之后如果你去看去年的话 它是先回调 然后在记录财报的时候 在一飞冲天过了这一个拆股前的900 拆股之后 现在算的话应该是310之上左右的一个高位 所以就看一下今年是不是像我的那个视频说的一样 历史重演啊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写一下自己的这一个看法和想法 好下面我们去看芯片板块 今天芯片半导体带起了整个TQQ科技股的科技股 其实那个台积电这一面呢 是有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的这一个消息出来的 但是到了最后居然居然是上去了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到盘中SOC CELL是基本上盘中突破的 然后今天基本上都是收在了这个最高点上的这个24.41 我记得其实这两天我有复盘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点评这个SOC CELL的 因为芯片半导体板块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了 今天也确实上去了到了这一个24.41的这个价位 这里我会比较关注 因为我记得前面有个缺口的 对就在这里24.6 现在的价位把这个缺口已经给补齐了 如果你继续往上走的话 24.87是压力 更加大的压力 double top是在26.73 要小心这一个点位 SOC CELL的回踩的支撑点位 应该是在这一边 24左右 24整 我会说 然后就看是不是能接住 如果不行的话 下一个大的平台是23.3到23.56左右 芯片半导体今天比较亮眼的 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和AMD走的怎么样 英伟达今天挺不错的 之前我看到群里都有人在说 英伟达是不是要破了这个400了 昨天401是接住了 今天直接去了这个马斯克最喜欢的数字 420附近了 418.7算是一个非常大级别的反弹 压力区域的话 42这边是有一点的 42这边要小心一点 上方的话在427左右 这两边是有一些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明天不低开的话 他可能做一个上行的三角 然后再找这一个突破 看能不能就是再上一层楼 这是我对这个英伟达的看法 来到这里呢 昨天做了一个这个投票去看这个人工智能 热潮是不是结束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还有是很多人是认为 就是这个热潮是没有结束的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概股那一边 国内一些人工智能概念的股票 确实有开始回落 其实有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套利 在这里啊 这个争论来说的话 就是有一些分析师觉得 人工智能呢 已经把就是未来的这个价值 这一波涨上去已经是估值进去了 所以后面再继续涨的话 就不是很看得到 就像去年那个元宇宙那个概念一样的嘛 说到元宇宙 今天元宇宙概念比较大的一些股票 我这里说的不是苹果 因为虽然苹果有了这一个 AR的这一个头盔虚拟增强的这个头盔 也接近了自己的三万亿的这个目标 因为苹果冲到了那个188.35的这个目标 但是其实最大这个元宇宙概念的那个股票 是RBLX Roblox 还有那个Unity 在这一边呢 因为 有些人对元宇宙不是这么好的一个影响 印象来说的话 不是这么好对元宇宙 所以RBLX和Unity就跌的是有点多的 其实这两只股票的价位也很像 现在RBLX在41.83 我记得EU好像就是在这里附近的 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两个股价是一样的 去年当然不一样 因为RBLX飞了超过130 140那个区域了 好我们先说 RBLX吧 好来到这一边RBLX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之前在37这一边 37 38做了一个这一个台阶 我们把这个时间段调到一小时级别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三重顶啊 43左右 继续往上走的话是到45 这一只股票我一直没有讨论是因为它需要突破42 43这一边的这个重压力才能就是走到下一步 这个比较难 因为这每次冲上来都会有人去买 这样子就容易被套 一直走不掉呢 就代表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就容易冲高回落 这个要比较小心一点 如果突破的话 下一步这里上面继续压力 在45 这里前面呢压力更加的多 所以这里是一个重的压力区域 就是为什么RBLX 如果是能clear这一些overhead resistance的话 它有可能就是总算是可以开始call它 然后继续的往上走了 看一下Unity 在这里呢还是那句话 分析师是觉得 有可能因为元宇宙的那一方面的负面影响 让大家对这个U呢是有些不好的这个印象 所以呢这个估值就受到了影响 但是它未来的这一个潜力非常的大 所以现在非常多的人在在关注 我对U的看法一直是一样的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40直到这里45的高位里面 这里一大片这个压力区域啊 比较难走 所以这些套牢盘全部都要走掉的话 突破基本上上去50之后啊 你就基本上没有这么多人 套牢的话就U是比较大级别的 能做一个反弹 你可以看到58之上 基本上没有压力的 所以如果突破了450 又是应该重点关注 然后上去 但是你在短线做call的话 这边要小心 因为它容易出现冲高回落的 这个行情 这个我是会小心 这里已经走出去 行风之外了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今天是完美的跑到 我之前上课给的这个压力的位置啊 下一个位置在44.61左右 为财的点位 我需要它撑住的是这个 42.08第一个支撑 第二个我觉得大一点支撑 在这里要40块整左右 40块 40块守不住 可能又是到30多 然后就看能不能做这一个 high low了 这是我的U的一个看法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Meta Meta这个分析师今天是怎么说 就是说这个reels 对吧 我们去刷抖音 或者油管的YouTube shorts 这些短视频的时候 其实Meta也做了一个 叫做reels 在这一方面呢 因为Meta和这个Google呢 是两个最大的线上广告的公司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人看好 以这个新的 是不是能给它带来 不错的这个advertisement方面 广告方面的这个引力 所以在这里呢 City也就是花旗 是继续的把这个Meta 变成是这个加持 然后就是对这个reels呢 是比较是乐观的一个看法 我们看到Meta 其实就跑到了 最近这应该是上节课 我们去画的时候 得到的那个压力点位 在287 我们去日线级别去看吧 因为其实Meta的点位 对应的是以前 就是比较套牢的那一些点位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从以前的支撑和压力 看到后面的价位的 都是比较有好的观点性 为什么287这里重压力呢 因为以前这里是 在这里记录财报 暴跌 暴跌那个26%之前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大的支撑点位 你可以看到的 在这里支撑冲上去 因为从历史高380摔下来 这里都摔到这个286了 这里是一个大的支撑点位 所以以前的支撑会变成 后面的压力 这里被冲破的话 它就可以去补弃缺口 这个320的这个缺口了 然后继续往上的话 这前面前高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区域 是在348附近的 相信上一年炒过Meta的朋友们 应该都是对这个点位是非常的熟悉 好 接下来 其实今天这个FNGU的回报 比TQQ是大一点 我们如果今天去看这个明星股的涨幅来说的话 FNGU涨了6.31% 高位在178.45% 但QQQ只涨了4.95% 区别就是那个TQQ肯定美股的价格便宜一点 但是它的灵活性少一点 就是也不是灵活性了 就是波动 它的volatility是小一点 所以但5%对TQQ来说已经很不错 但是FNGU的回报大一点 FNGU的缺点就是交易量没有TQQ这么大 而且它那个没有齐全 一股要177 所以适合仓位比较大的 大的这一个投资者去弄 当然那个投资都是有风解 所以大家还需要谨慎 TQQ来说的话又有齐全 然后长线来说的话 大家也知道在10年美股牛市里面 TQQ的那个回报率 那个三位数字 三位数字的倍数的那个回报率是惊人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FNGU今年算是一个 真实真实的是一个黑马 涨了不少 在这里如果对FNGU不熟悉的话 它是跟TQQ一样一个三倍做多杠杆 只是它就拿着FNGU里面的那是 差不多10只股票 包括Snow Snow今天走的也是非常的强 然后过去半年的回报 这是一个基金 回报是350% 这个基本上是稳妥妥的 稳妥妥的躺平赚钱 后面不知道能不能继续的走得这么好 它前高在400左右 现在就在177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三倍杠杆 如果你去看它的长线 不一定是这么准的 因为它三倍杠杆是在日内做到 如果长线的话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炒作有杠杆的股票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我看到有些朋友们在炒boil的时候 有很多人不知道它是一个两倍的杠杆 或者懂天然气的价格 在这个futures旗指的方面 是有所谓的backwardation contangle这些数学上面的一些知识 就是你常见拿着的时候的话 是很有风险的 这些都是拿来做短线的一个波段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找些时间在周末或者怎么样 然后做一些视频去详细的去说一下 就是气质杆盖这一方面的这些基金和etf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PLTR 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PLTR 今天从我给的这个支撑点位是网上反弹了 13.4左右 正好那条线画着 昨天还有的 唯一不好的就是这里的日线级别 还是红色的 但是明天如果冲破了这个中线15的话 继续往上往16这边冲的话 暂时还是挺不错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比较难上去 是因为MECD还是升红的 所以需要进一步的往上的话 就要先把这一个15.2这个区域给拿下来 然后继续的往15.6和17左右 继续的往上去补 这是我对PLTR的看法 PLTR这几天那个点就是在 我觉得是在那个俄方的那一个 俄方的那一个进展 所以看一下有没有那个点存在 毕竟它是军工的人工智能概念 好来到这里呢 今天股票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更加多的更加多的这个公司 想听到我的分析的话 欢迎留在留言区 我们明天再见